钢弹竟然是原始文明,国外网络上疯传一个消息,在印尼的某个原始森林深处,竟发现了能天使钢弹的石像。当地人称,这座石像在公元1200年前已经出现了。 机动战士钢弹00的动画导演水导金二忍不住在推特上说,这是什么鬼。 这座石像与动画机动战士钢弹00中的GN001能天使钢弹几乎一模一样。 据说石像位于印尼中部的原始森林内,表面已经长满青苔。 当地居民称,这座石像在数百年前的蛮者伯仪帝国时期就已经存在。 蛮者伯仪帝国存在于大约公元1293年至1520年。 也就是说,这座石像在七百多年前已经屹立在此了。 机动战士钢弹00是钢弹系列动画的第十二部作品。 于2007年10月首播,一些网友看到照片后,怀疑这是PS修图的,还有人认为这是动画播出后才建造的。 当地天气湿热,十多年过去,石像变旧,并长出了青苔。 动画导演水岛金二特别分享那次推文,叫说这到底是什么鬼。 设计钢弹的机械设计师海老川街舞留言说,原来很快已经数百年过去了。 水岛金二打去道,是海老川先生您回到过去做出了这石像吧。 和Decoria笑,原始森林中怎么会有钢弹石像呢?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。 这座石像背后一定有故事。 原来这座雕像的人是31岁男子Yakman。 这个呢天使钢弹雕像是他8年前制作的。 当时他只想做一个特征鲜明的路标,让朋友们轻松找到自己家。 Yakman本身就是钢弹民。 这才选择做钢弹雕像。 Yakman当初用水泥器这做钢弹雕像时,被周围的人嘲笑了好久。 就连妻子都不太理解他。 没想到现在竟在网络上爆红。 他非常开心,表示以后可能会再制作一个钢弹雕像。 我真的想到此,好久。 我真的想到你了,对了。 感谢观看